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c大叔 今天就來到吃吃看小館 這是這間店證明的樣子 那是我母親很愛吃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這個是小菜的菜單 有很多種小菜,很相當經典 這個看不懂的字畫 就是藝術品 這個牆上 就是有這個臨時性的菜色可以看一下 再來是這個菜單 那這個是全部的菜單 我會把這個菜單放在FB連結 然後各位朋友可以去那邊看 那你用影片看要看不清楚 這個醃的鹹鰓魚紅燒肉有沒有 這個就是通靠鯉魚 這個是虛魚 瘦一點 那瘦一點 然後還要鯉魚 媽媽要不要那個螺 我是很想吃的 但是就點一份 然後 然後 他小芋頭 因為很多人都不做小芋頭 蔥油蘿蔔絲 蘿蔔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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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 他一定會這個甜鹹甜鹹的滋味 這叫燈豆餐 嗯 喔 那蚂魚有醃過 比較鹹 而蚂魚是鹹的 摘了 不滋滋的肥肉 嗯 苦瓜肉很香 充滿膠質 這個是很經典的 夏海人的薑草菜 蔥油蘿蔔絲 好像回家的感覺 蔥油蘿蔔絲 酸香可口 很清爽 對 好,那這個就是蘿蔔絲 再給他去調味過 酸酸香香 以前那個四川麵王吃到菜桌了 四川麵王可惜已經切了 對,很可惜 對,很可惜 我最喜歡這就是四川麵王 好,再吃這個蔥烤鯨魚 很香 這是一道工夫菜 老闆,我們菜都不蒸了嗎 有,再蒸 好,就這樣 那還有一個坨 一個坨 一個坨 OK,我就去吃一坨三坨 一個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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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坨有坨 一種坨 好像吃起來比一般的蔥烤鯨魚 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酸 對,那種有放番茄用起來 不要放番茄,很會做 餅乾 感覺上可能菜這個味道還是有一點變化 但是不錯啦這個是很接近我小時候吃的這個江浙小管的味道 它有一點點那個番茄醬的味道 好那這個是我媽媽煮的這個干貝粥 好清爽好吃然後蠻鮮甜的 好吃起來就很清爽 好口味鮮甜的一品 好 好豬肉也很鮮甜 好吃 好吃 紅蘿的芋頭 特別要介紹這個芋頭就是去在中壢 中生西村 喔那個大姐 很綿密的那個芋頭 這就是很香的芋頭 台灣有很多很好的農產品 奶油白菜 好吃 好吃 跟食物這個原味的展現 完全沒有調味 好臭豆腐 好 好 那這個臭豆腐就是要臭乎乎 這樣才對 從小紅菜 從小臭豆腐是蒸蛋 蒸蛋 嗯 這味道夠 夠臭 嗯這天然的味道很好 上面要吃一塊吧 好漂亮 上面還有這個毛豆跟火腿 毛豆子 跟鹹肉 鹹肉 鹹肉 鹹肉味道最好 臭毛毛毛 臭毛毛 不夠 不夠臭喔 對啦我小時候記得 這個很臭 不是 真的要加豬肉 喔真的要加豬肉 要少一個味道這樣 加豬肉 這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健康又改良 對對 我現在都健康好 好出啦 要不要嚐嚐它的豆瓣米 那要吃喔 這邊 還是炒上去 你試一下嗎 不要太辣喔 我們小辣就好了 謝謝 好還不錯啦 好 算是這個小時候的回憶也不錯 現在這個正宗味道店家 一個接著一個的消失 或者是味道改變 老一代的師傅凋零 慢慢慢慢味道也都 變得比較台式 好 讚 好 再來是這個西蝦 很西蝦 炸的很香喔 西蝦就這樣夠瘦細細的 嗯嗯嗯嗯 嚐嚐這個 這好吃耶 很香 炸的剛剛好 然後很香 真的西蝦是很清甜的 嗯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待會還什麼出現啊 沒有關係啊 清香清香 看它這個身體 體重是西蝦的 瘦瘦的 不要不要 不要 你會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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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好 我之前不會 對 那你沒有甜度吃不了 對 那你沒有甜度吃不了 對 那可以鹹 鹹到 很好吃 你來吃吃看 吃吃看我那一罐 好 那豆瓣女現在就嚐嚐看 那這個飯飯 大概也等了半個多鐘頭 這個 先剝蝦的是菜米 還是不 這個菜米 叫蝦的 先炒蝦的 我要先炒蝦的 可以看到嗎 看它百八 好 來 好 喬喬做得怎麼樣 沒多點 買 很大 不幻想 我跟他們講 沒沒記 要問確定可以記才 可以 試試試看 不能?不能記的話 不要拿 知道 一千五千拿多 先不用 沒有拿兩千 差不多 多碎少個 先不要 我每個關稅切 我就跟你們拿一千 跟她每個關稅切 一拿 可以,親切可以,幫忙 好,你忙 啊,你去找那個中山醫院的無菌子 我們台灣的土食爺啊 魚肉蠻新鮮的,但是蛋好像 看這個三全的魚還是不同 嗯 味道不懂 雖然這個菜色都不錯,但是 魚的話還是推俗魚館 好,那最後再看一下 盆菜好吃美味,蠻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看 真的相當的不錯 好,那這個就是經典老店吃吃看小管 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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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